沉浸浩瀚书海 阅读知识篇章 欢迎收听天下文化Podcast 欢迎收听天下文化书房现场Podcast单元 我是主持人谢文献 献哥今天要给各位的这一句 金句出自沟通的方法 这本书的第16页 沟通不是使用漂亮话术 而是建立信任关系 我自己的职业生涯 从做HR HR Supervisor 到业务业务的主管 到从事讲师 广播节目主持人 甚至以靠说话当做职业的人 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都有非常大的收获 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因为作者托步花本身 他是罗胖的合伙人 很多人都讲罗胖之所以能够这么成功 是因为背后有一个托步花 很多人就说找到你的托步花 就有点像是说找到你的合伙人 找到你的partner 找到跟你一起并加齐驱往前迈进的那个人 而那个人的专业到底跟罗胖有什么关系 他的沟通能力到底多强 这本书有非常强烈的说明 第二个沟通的方法 我认为从我职业生涯38岁从事专职讲师到55岁这18年 其实大家终其一生都在研究沟通 跟小孩沟通 跟父母沟通 跟老婆沟通 跟你的客户沟通 跟你的学生沟通 其实沟通这个议题一直都是一个不败的议题 第三沟通看起来是一门艺术 它其实也是一门技术 如果能够把沟通学好 我相信对你的人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这本书天下文化出版沟通的方法 脱步话的作品 今天邀请两位来宾来跟大家对谈 一位是企业讲师林嘉欣 一位是枪虎生活的创办人王南彦 他们两位都从中南部来 就是为了天下文化Podcast 马上来 哈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天下文化Podcast 书房现场单元 我是主持人 谢文献献哥今天邀请到两位 从中南部到台北来录音的朋友 没有为什么 都是为了天下文化Podcast 先请这个枪虎跨域生活的创办人王南彦 请南彦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南彦 南彦的声音很好听很细 一看就不像是那种会爬山登山 户外教育 不得了了 很角色 另外一位是企业讲师林嘉欣 哈喽大家好 我是嘉欣 首先我们先来问一下南彦 因为你的工作很特别 简单介绍一下 你的工作到底在在干什么的 枪虎跨域生活是要多跨域 我们就是从登山开始 教人家爬山 做登山户外的教育 我们希望每个走进山林的人 都能够享受山林 然后认识他的风险 所以把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然后可以安全的上山 快乐的回家 跟你老公一起创业嘛 对不对 好那我想问你 那沟通的方法 对你这个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或者你为什么会选到这本书呢 我觉得这本书对我帮助非常的大 原因在于我们在做登山教育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时候是身为一个教练的角色 那他面对就是对学员 但是我们讲的也是很硬的东西 我们如果跟你讲说 你要注意这个 对要注意那个 你这个不做的话之后就会怎么样 其实大家耳朵是关起来 是听不进去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 让他们先对这件事情有兴趣 然后甚至是对这件事情 觉得在意跟他有关系 他才会来了解 那这是对学员的部分 那我们还需要对教练做很像的沟通 你底下还有很多教练 对我们合作的教练 那我们是一个team 然后如果你要办一个大型的活动 比如说登山教育演习营 或者说百人的录影活动 那其实动用的资源是非常多的 那就像是在做一个teamwork 或者是做一个团队合作这样子 那跟你老公 你老公也是创办人吧 对其实跟我老公 这本书 为什么讲到这里就讲不下去 不是因为这本书 我那时候最大的兴趣就是 他说你的脱步话是谁 找到你的脱步话 那我其实一直希望说 我在公司里面可以找到我 这样的一个定位角色 那其实我本身就是对沟通这件事情 我没有很在行 甚至之前我都觉得 我不需要学这件事情 因为沟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但是你事情越做越多的时候 你就不得不要去面对这些事 那你也知道你跟你的合伙人 必须要站在同一个阵线 你们的力量才会大 那刚好我的合伙人又是我的老公 那其实这身份就非常的交织 错终复杂 对你需要情人的角色 然后变成家人的角色 然后还要变成工作伙伴 工作伙伴的角色 甚至是你的老公 有时候还是你的下属 那你要怎么样让他去接受你的意见 然后你们一起往前走 然后没有摩擦 或者这个摩擦经历过之后 两个人关系还是可以平顺的继续往下 在录音的前一两天 我看到你的脸书上面 就是你刚好在办这场的导读 还是读书会 对 好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没有去 那一天这个与会者 对于这本书的看法 跟我们简单做一个 当天去的人 其实大家的背景 蛮多元的 有在国外工作过的人 然后也有不同产业人 比如说在外商 然后比如说在中小企业 或者台湾自己的创业者 那时候比较特别的一点 是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同学 然后他就说 他刚才看这本书的时候 就说这个应该只是 适合在中国那边的文化 产生的这种对话 不适合台湾 对不适合台湾 但是我们就进行了很多 很多这样的对话 就觉得文化的冲击是必然的 但是从中找到一个方式 那其实有个共同点 叫做聆听 所以不管是文化的冲击也好 或是差异也好 只要我们可以听懂对方 背后的那种WiFi密码 前外之音 对 那我觉得这些沟通 都不会是问题 对 那就在这样交流之下 我们就开启了那一次的读书会 好 很好 因为这书里面 当然有很多的公式 或者是一些沟通的技术 说真的 他也把它变成逻辑化 这个结构化 有没有哪一个公式 或者哪一个方法 你自己觉得很受用 或者你也已经在用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我觉得最受用的就是 一刚开始他讲的三个框框 三个框框 你只要听一段话 然后试图把它放进 第一个框框是情绪 第二个是事实 然后第三是期待 期待 那我发现这个件事情 不仅是自我沟通也可以 然后对老公沟通也可以 对亲子沟通也可以 然后甚至对学员也行 是 那我特别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在里面 有看到一个篇章 是关于那个建设性 等于可执行的最小化行动 跟可执行的行动阶梯 跟每个节点的及时回馈 这篇我记得我上一次在 做这本书的导读的时候 是不是南业也特别 觉得这个例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有没有办法 举个例子好不好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 我在开始学习沟通之后 然后我也看到 宪哥一段话 就在讲说 只要你开始行动了 你就只要面对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设定的目标 一个是达成目标的方法 那我觉得回到我们登山的时候 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一开始跟你讲说 我们要去爬五六千公尺的高山 吓死你 对 每个人都说 天哪 我怎么可能 然后我可能要准备 什么好的装备 好的体力 然后学好技术才可以去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 如果把这些东西 把它切分细一点之后 它就会变成最小的子行花 就我们先教你说 你不用担心 你只要会走路 每天可以走一万步 这样子 那大家都觉得 这件事情我可以达 我可以达到 你都是这样跟人家讲的 对 就像潜水教练 我说你只要会呼吸就可以 可是确实是这样子 因为我本身就是有两次 从零开始练习登山的经验 然后我也是用这样的方式 慢慢的找回自己登山的步调 所以我们发现 就是不要一刚开始的时候 把目标定得太高 你要让大家觉得说 我可以做到 那那个持续性的行动解体 就是帮助他慢慢的往上 一步一步的爬升 譬如说你一开始只要走一万步 然后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 然后可以开始背五公斤行走 负重 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在山上过一夜 然后你是很享受的 不是觉得很惊恐的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去往三天 甚至十天 甚至海外的践行去发展 从小的地方开始就对了 对 但是他里面也提到说 每个节点要有及时的回馈 那我觉得我们登山教练 就是在做这个及时回馈的部分 因为你每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你常常被问说 我为什么每次下坡 我走路膝盖都会痛 对 那为什么我冲那么快 就回家都要躺 一个礼拜都会铁腿 那其实你在跟他讲的过程中 你就是给他回馈 帮助他下一次可以更好 那也可以增加他的自信心 让他达成接下来的目标 很有道理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幸运 因为南研他的工作 是这个户外的工作 当然我们另外一位工作 这个林嘉欣他的工作 虽然是企业讲师 不过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做PM 有点像是你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下那个嘉欣 因为嘉欣如果能够来讲这本书 可能也不太一样 可不可以讲讲你看这本书 或者是什么样的场景 接触到这本书的 谢谢憲哥 接触到这本书 其实蛮特别的一个机缘 是透过一个朋友 他有介绍分享书 有脱步话的这一本沟通的方法 那我就觉得很好奇 然后就把他找来看 后来这个朋友也导读了这本书 那间接的一个机缘底下我知道 憲哥有去导读这一本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 那一天没来 对没有办法配合的是啊 对 那我后来呢就慢慢的翻阅了这本书 看了之后呢有几个启发 特别像之前我在企业里面是做SalesPM 那除了把产品从无到有 把它开发出来之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产品 销售到全球去 那这个当中就需要很多跨部门 或跨国界 或者是跨单位 我需要大量的去做沟通 那这一本书我在翻阅的过程里面 有两个场景是 我非常有共鸣 觉得可以提出来做分享 第一个是他提到那个激励 场景09的部分 他有提到一个激励公式 这一本书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公式 场景09你也知道 就是第九篇就对了 对对对 还有18个公式 对18个公式 18个场景 对 那他的激励公式就是及时赞美 然后加上行为建模 再加上回馈的一个闭环 你该不会把它用到你老婆身上 还是用你小孩身上 会的 对对对 我觉得学的就是要用嘛 对对 那我就回想起就是说 那如果我之前我在带Sales PM的话 那我怎么样及时给他一个赞美 比方说 James 你这个新产品的这个计划的这个简介 我觉得做的超棒的 你可不可以来说说 你当时候是怎么做的 我真的非常好奇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 这就是他里面的公式的嘛 对对对 及时赞美 然后加上行为建模这样子 就慢慢的去引导出来 James他到底是怎么样把这个 新产品开发的这个计划跟简报 把它做出来 那当他说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来跟他讲说 那James我来回馈一下 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分享完之后的行动步骤 然后还有对我的启发是什么 那这边讲到 就是他里面讲的回馈的闭环 那所以这个激励的场景呢 我就觉得蛮有共鸣的 那如果我可以找些个 比如说五到十年 已经知道这个东西 或许就更棒这样子 对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假设这个激励的场景 你可能可以用得上 那有些人曾经这样跟我说 说这个是中国大陆写的 脱布花写的 脱布花就不是台湾人 那有些用字潜质 就是很大陆用语 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有这种感觉吗 或者是你有这个 适应不良的问题吗 这部分倒还好 我倒是有一个很不同的观点 第一个部分是 他经常提到是说 不用怕 沟通是一个无限赛局 漂亮 无限的一个游戏 那我就觉得我就想到 赛门新爱课 有一本非常著名 就是无限赛局这本书 其实他就在告诉我们 就是说 依然你沟通 比如说你今天去跟客户提案 或者是我跟客户提的 这个新产品的一个简介 但你被打枪了 那你这时候很沮丧 然后很落寞 你回到那个 你的办公室的时候 然后你现在 你的高阶主管问你说 那个James 你今天提案提了如何 那你其实有点雨晒 那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并没有很成功 这时候呢 也许脱布花就会出现 没关系 人总是会有很挫折的时候 没关系 你就翻翻书 也许哪一篇 你就是可以在这个 下次提案的时候 你就会用到了 事实该赞美 事实该激励 或者是 对 这些时候 你就可以用得上 我来赞美一下林佳新 你实在太会讲 连赛门西爱课的 无限赛局都出来 我跟你讲 我有一本书 马上要上 就在天下文化 书名叫极限赛局 记得以后举例 要举极限赛局 会了 一定要的 台湾的这个谢文献 跟这个美国的赛门西爱课 我们都有一个赛局的概念 当然这本书 马上就要发了 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没想到这个 录个pocket中间 还置入我的东西 好 刚刚你讲那个什么 James 或者是这个 你讲的 举这个例子 再跟我们举个例子 有没有除了09以外 场景也蛮适合用的 其他东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的 在书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场景 叫做求助 在19个篇章 这个部分呢 公司又出现了 求助公司 就请人帮忙 对 别人帮得了 再加上自己值得帮 这怎么说呢 比方说 我就回想起 我在多年前 在当Sales PM的时候 有一次海外的大客户 他就跟我讲说 那个Steve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 这个新产品的 一个开发的机构图 那你可不可以想办法 去帮我们找出来 机构图都来了 需要这个东西 后来我就想破头 该怎么办 因为刚昂布没多久 然后跟相关机构单位 工程单位的那个熟悉度 又没有那么高 后来我就觉得很挫折 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真的是太棒了 你就会想起说 对了 机构单位的这个最高的主管 他时间可以 然后呢 第二个他的权限 也可以帮得上忙 第三个部分 我们的关系 虽然还刚开始 但是我跟他关系 沟通上还算可以 他就是可以帮忙的 第二个部分 自己值得帮 那这个过程里面 你就要去凸显出来 我到底 我要这个机构图的时候 我先准备了多少东西 哪几个单位是可以帮忙的 现在客户要什么东西 我没有搞清楚 再来他使用的资料 到底要什么时候交 需要几份 我都需要先帮他 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 然后告知这个机构单位的 最高主管 再来第二个部分 当对方帮助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 要当面真诚的感谢他 就是他里面讲的 自己值得帮 太棒了 其实用我的话来讲 也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献哥的节目 你们两个可以帮得上忙吗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那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可以帮忙献哥呢 能力索机里面 就是类似像这样 就是你看嘛 你大可不用从什么台中 台南高雄 跑来台北录这个音吗 你可以帮得上 而且你觉得献哥的节目 你们值得帮 就这个例子 就是举这个例子 这两个只要有一个没有 说真的就很难了 譬如你没有能力 你硬说你要来介绍这本书 讲的哩哩哩哩 还被人家打枪 然后献哥就是一个烂人 然后献哥根本就 我才不想要帮他 你也不会帮忙我吗 其实求助就是这两个 所以讲穿的就是这个公司 好 两位都非常有洞见 我觉得跟你们两个聊天 很有意思 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然后就先问嘉欣 再问南业 嘉欣你觉得这本书 应该怎么读 或者适合谁来读 这个部分 我也思考了一阵子 这本书我觉得 蛮棒的一点 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做 就像我们以前 做Sales PM的时候 我们经常去处理产品的泵表 泵表就是什么样 物料清单 BOM 对 BOM 可是这本书呢 他提出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观点 就是脱不花的使用说明书 对不对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结合里面的18个场景 当你遇到问题跟状况的时候 不用担心 有脱不花在你旁边 你就回来查书就对了 所以你意思是说有沟通问题的人都可以看就对了 是的 没错 好 那男业的你怎么看 我翻开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我脑海中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最喜欢的沟通方法是什么 然后其实之前当别人问我这句话的时候 我会想到 是如果能够不要沟通最好 对 大家我们看过一部动漫叫做爱丽塔 它就是头脑 你只要插对方的大脑 就可以百分之百的传输 然后那是我非常理想的一个沟通方式 所以你会有什么色孔之类的东西吗 不想跟人家讲话 也没有就觉得他很麻烦 就常常我讲的话 好像对方接受的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们要在同一个频道上 其实要去做很多的磨合跟信任关系的建立 那那时候脱不发这本书他就说 其实沟通你就是一个建立信任的关系 就是我一开始讲的 对 那你建立信任关系不是只有言语而已 你眼神也是 你的服装也是 肢体啊 对 事前的你的一评一笑举手投足通通都是 那在这样的前提下 其实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他也可以做 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 就好像是一个武功秘籍 对 就是你 他里面有28招嘛 你就慢慢的练功 每次做这件事又觉得 哎 做得不够好 那我下次回去再切磋一下 那如果我有更多 譬如说我有 降龙十八掌 练了十八招之后 或是有打狗棒 然后或是有什么招式的话 那之后我再面对 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的可以的招式就越来越多 而且那个感觉是让人家舒服的 这是我理想的一个沟通方式 坚克那我可以再分享一道 对对对 刚好前一两天去参加朋友主持的一个分享会 那在分享的过程里面 你就会发现说 哎呀 怎么有人迟到啊 或者是说 这个整个会议的run down 并没有按照如预期的这么的一个顺畅 其实你就会感觉说 如坐针毡 这样子 你就会想赶快离开那个会场 到我回到家之后 我就想到 对哦 脱步话这本书 它里面有讲到 怎么样主持会议 对 真的就可以翻表车看 你主持会议 翻表操课 真的很实用 很实用 还有极席发言 对 他有极席发言 好 很不错 好 这两位聊天聊得很精彩 这一集收听率 希望能够很高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告一告 谢谢 谢谢这个南彦跟嘉欣 也希望各位会喜欢脱步话 这本书沟通的方法 也请各位 在这个 Apple Podcast上面 给我们按赞 五星好评 然后今天节目到这边 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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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 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欢迎各位收听 天下文化 Podcast 书房现场的 现场观点单元 我是主持人谢文献 献哥 今天跟各位邀请到的 两位来宾聊到了 这本书沟通的方法 脱步话的作品 他的英文书名叫Link Up 有点像是连结的意思 我觉得这本书 还是回到我一开始 跟大家谈的沟通 不是一种话术 而是建立一种信任关系 如果你要问我 它是一个沟通的经典书籍 同时也是一种工具箱 我觉得我自己很擅长沟通 但是那个比较像是 一对多的沟通模式 一旦我遇到一个 比如说很tough的场景 一个需要你狗学习的对象 或者是我的太太 或者是我的小孩的时候 有些情况之下 这些沟通的方法跟技术 不见得能够派得上用场 不是因为他的技术方法不对 而是你带的情绪可能不对 或者是你对对方的期待 跟期望可能不对 虽然你描述的是事实 但是你的表情 就是一副欠打的样子 或者是你对对方 有过于高的期待 这个时候沟通 都有可能会出现迷思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 如果你要读这本书 他的前沿导读脱不花的 使用说明书 这一篇你一定要看 第二个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刚刚南研特别有提到 倾听的三大原则 包含开放目标跟建设 如果说你是嘴巴上 说要听他对方讲话 眼睛也有看着对方 其实你心里面一直在想 我下一句要怎么回 书里面有告诉你 这就不是真正的倾听 当然书有分成很多的章节 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也没办法一个一个跟大家说 其实它里面有包含 如何沟通的如沐春风 有六个篇章 如何能够按照你的期待 去跟对方沟通 有四个篇章 被动转为主动 有四个篇章 让你自己发光发热 包含像刚刚的极其演讲 主持会议有四个篇章 都是非常值得 各位观看的书籍 我个人觉得没有说 哪一篇一定要先看 或者后看 或者是说来宾讲的 你就可以看 或者是其他篇章 你就不能看 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你有需要 这本书 就是放在你家的工具箱 你家有罗赖爸爸 那么就应该要有 沟通的方法这本书 希望各位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